多不順 學長的朋友分析了 那你要給林航員他們今天的防守策略 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你怎麼看這一支算是 偷塞換骨的林航員 大家可以看他封線的陣容非常高大 從1號到先不講洋將 洋將他們挑了三個大的 然後1、2、3號位 其實基本上比我們的高度都還在高 那其實我們已經把過於拉上來 然後中線沒受傷的話 中線也打到1號 所以他們的高度甚至比我們還大隻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高度上面造成大家非常大的 每一個隊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第二就是不否認 就是外交把這個球隊帶得非常好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現在世界排名第一應該是西班牙吧 對,所以我覺得西班牙的教練 的確把這個球隊帶得 是不一樣的一個球風 然後非常的無私 所以他們的助攻支柱才會超過我們 那我們球隊其實也是非常無私 不過在這個上面 身體的碰撞上面 他們又做得比我們好 不過 必須說他們就是很多人都是很年輕的 然後 等於是 下一個世代要出來接班的人嘛 那 不管是球員 然後外交 的確把這個球隊帶得是不一樣的一個氣氛 差到 對,差不到球可能就沒辦法 可惜了 對 好 好 所以被對方在籃下 這兩分放進還要算 KRIS JOHNSON 最後是 口袋裡面裝了36分 對 雖然王綠祥最後補盡了這一季 我跟他私交很好欸 我每年 我們之前 疫情之前 每年去Las Vegas參加教練訓練 還有 就是看夏季聯賽 我跟他還有麥班打三個 我們都做一起 連續了三四年 所以其實還有在CBA任教的時候 我教三系他教廣州 所以我們兩個私交其實不錯 那當 蛤 那去泰國 對,在泰國打亞冠杯的時候也碰過嘛 不過 跟他 談最多的聊最多都在美國的時候 那他那時候一直希望說我幫他找接照工作 可是當時台灣就是 一開始沒有那麼多球隊嘛 那後來比較多球隊的時候 每個球隊都已經找好自己的教練 所以他這次來我很蠻高興 首先我們自己在私分上面還是被破百嘛 然後籃板球雖然今天保護得很好 因為其實上次我們被他們搶了27個進攻籃板 那今天其實在幫手籃板的部分有保護好 可是我們自己在失誤上面 居然比我們的助攻次數還多 所以這代表我們自己在備戰上面沒有做得很好 那再來就是教練要負責任就是 當對方兩個洋將投開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很好的方式去做一些因應 還是讓他們尤其在最後那個 木倫斯在最後對我們殺傷力最大的那個頂點的3分 那其實有防守的設定上面 我們可能必須用這場球去做一些 回去做好好的研究 也讓我們球員知道說我們該怎麼樣去防守 四分才不會被破百